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观音菩萨这个袁同章讲的 出于心中入流往所 入流往所 他能敢入流 你敢担当那个流时叫做入流 因为你不可能是在感受外面找到一个决体 你一定是在感受里面去明白决体 所以你一定是看着感受 你哪有一个不是感受的可以看 你一定是看着感受 这叫做入流 但你看着感受目的 你是知道是决体 所以你在入流时 居然你就发现 你就不是所流了 你是能明白的情境 这个时候呢 那个身体的气那些 同样的 你觉得有气度 觉得气度 能觉气度的 它不是度 你虽然可以看到度 它不是度 有时候能调生 所以在世禅波罗蜜讲说 用到这一念心的话 心是一极果报功德主 所以有的时候 它可以这样子治病 它可以治病 有一些小病 可能当时 可能当时 你可能打坐不善于调理 不善调理 是吧 但是气崩 像我们这些气崩 干什么 顶啊 鼓啊 都有 杖 都有 你要是明白下手时 那个杖就是知道 明明之了了解 杖明明之 顶明明之 鼓明明之 痛明明之 为什么南传 也就是这样教 你发现将来 就不是 过去要是不在的 这念心 杖 你一直抓着杖 他的杖越来越长 顶越来越顶 顶到你难受 不能不下座为止 那这样几次下来 气血都坏了 然后就障碍神经 甚至于就是 有时候会到脏 有时候到脏 然后有时候到脚腿 所以说我说那个 那个时候 要明明之的时候 你是要前面的根层 你慢慢已经在熏悉了 后面在感受上面 就明明之 它可以治病了 所以那就是 士山波罗蜜长 把这个心放在 感受上面 痛苦上面 那可以治病了 但是假如前面的根层 你不熟悉 你脏 你要明明之 你越想明明之越痛 对吧 那时候你用不到的 你很难用得到 尤其是在病痛 但是佛门弟子 是在接受之中 还要有一个向上一句 你能接受的 它何成是苦 能接受的那内心 那还要求苦又乐 不是就何成是苦 所以就不必再求乐 因为你绝苦的那内心 从来不是苦 所以不是只要你接受 所以在那么多苦中的变化里面 你应该知道有一个 它处在种种苦乐变化里面 那个从来不被苦乐变化 所变化的那内心是谁 你没有那个从来不被变化 而变化那内心 哪来那么多的万千变化 你可以面对种种苦乐变化 但是一般的苦乐变化里面 它知道原来苦乐是随缘可以变化的 那佛门却知道 能随缘的那个 你一定不能拿哪种因缘来指让它吧 它是超越一切 哎呀我们懂了 坐坐坐快来 哦 哦